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南市生态保育学会今日举办建走与进滩活动,近百位社区民众踊跃参与,守护在地雪甲湿地生态园区推广环境保育观念,维护生态绿色地球,近百位来自雪甲区窄港,一宿社区的社区民众今日前往雪甲湿地生态园区参加进滩建走活动,在低温寒风中减食垃圾, 市亿元蟹才望到场为大家打气,民众从从集水西北侧堤防处开始,一路上经过随风摇摆碎撞波浪的芦苇,一大片绿油油的红树林,以及数万只各种招巢蟹等生态景色,一行人在南岸堤防上的赏鸟亭,自行车道目睹百余之黑面疲禄,大家手持夹子及垃圾袋,沿途锦食塑胶袋,杂物,杂草及宝, 宝利龙等琳琅满目的垃圾,参与民众看见不少垃圾,忍不住呼吁大家在雪甲湿地就随手把垃圾带走,共同爱护湿地,维持地球与海洋的整洁。 南市生态保育学会理事长邱仁武说,雪甲湿地生态园区位于雪甲及水溪摊地,连续六年记录到濒临绝种的国际明星鸟黑面疲禄的气息,而且拥有全台湿地少见的灰中央级以及相当罕见的台湾昭潮穴, 生存资源将当丰富,希望大家多认识雪甲湿地生态园区的生态环境以及多样化生物的气息与成长。